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应该来影响一个人在社会上面 他愿意去对社会有怎么样的贡献 愿意做出怎么样子的社会组织 今天呢 大家看到这些新的科技 包含我们现在所使用的slido的这个科技 它到底是会对性别造成更平等 或者更不平等等等的影响呢 这个我想是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个议题 有28位朋友们借着slido 然后询问杨巧玲老师的一个问题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是性别让它更平等 或者是更不平等来举例说明 那当然有另外一个相应的问题 就是说学校的教育 要怎么样借由科学和技术 来促进性别的平等 我想先说明的是说 并不是只有我们资讯科学 跟数位的技术才是科学跟技术 我自己很小的时候 大概六七岁的时候 我的母亲跟一群朋友 他们成立了主妇联盟 那一开始是一个基金会 然后之后就透过共同购买的方式 成为一个消费的合作社 这里面运用到的 不管是我们所谓的团结经济 组织的这个技术 或者是说它后面的 更重要的包含合作社运动以来 这些团结经济的经济学的学科 这些都是希望 让所有人 当然以他们来讲 就是主妇们 能够在整个社会里面 达到一个更平等的一个地位 这个不是只是个人 让他更加的empower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翻 但是现在我就翻成增幅 增加他的影响力的幅度 让个人增幅 它事实上也是让大家翻转 对于主妇这两个字的一个想法 从一个待在家里的这样一个角色 变成一个能够走出门 甚至做出参与时的验证 做出政策的倡议 做出各种各样 事后我们性别主流化 等等的工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那这个呢 当然是一个很正面的运用 科学就是社会科学 跟技术就是组织的技术 共同购买的技术 来达到在社会上面的平等 希望这是一个例子 那我自己的例子呢 因为我之前在 大概20出头的时候 医生有测试过 我的这个搞固头的浓度 testosterone的浓度 后来就发现说 我testosterone的浓度 在那个时候 大概就是介于 20岁左右的男性 跟20岁左右的女性的中间 就相当于80岁左右的男性的 搞固头的浓度 那这个就让我了解到说 第一个 为什么我第一次的青春期的发育 可能不像 其他的生理的男性一样 有推到这个比较后面 那我一直没有发展到这个非常清楚的 这个男性的青春期 那后来呢 我就借由这个荷尔蒙替代 等等的方式 又经历了一次磁激素的这个青春期 那当然这里面的社会化的部分 我一直是认同是一个 跨性比较 那所以如果不是有这些科学 就是包含gender studies 等等这些方式 让我看了像judice butler 这些人的书 让我能够了解到说 从人类学的角度 从哲学的角度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 大家是怎么样看 性别角色 性别展演 那又如果不是有医学的技术 让我能够去有两次 不同的青春期的这个体验 那这样子我也没有办法 就是比较就事论式的 来跟大家讨论 在这个方面 从各种不同的性别角色 在社会上面的一个发展 那当然这样子促进同理的技术 我自己认为 也是更平等的一个角色嘛 就像我们如果要讨论 如何轻盈共创 那让这些银法的朋友们 去回想说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的一个状况 甚至是透过像VR等等的技术 让他们回到他们年轻的时候 在年轻的空间里面 去跟当代的年轻人一起介绍 当地的文化等等 这个当然是彼此之间 可以促进同理 我们也看到VR技术能够让人 直接step into each other's shoes 就是直接走进彼此的鞋子里面 甚至感受到彼此不同的身体的形状的身体体验 那这个呢 也是有一个方式 让大家来了解到说 好比像说在怀孕的过程里面 或者是说在持家的各种工作里面 或者是说在职场上面 有哪些不同的角色 让大家都能够设身处地 去就是让同理的部分 能够透过我们叫immersive technology 沉浸式的这种技术 去让人体验到 那这个我觉得也是促进性别平等的一个方法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学校教育到底要运用怎么样子的科学跟技术 来促进性别平等 我自己是常常翻译一个叫Nikki Case的人的线上的游戏 好比像说 他有个游戏叫做别让图形不开心 别让图形不开心 他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看似无害的选择 但是呢 为什么这个无害的选择 就会导致不和谐的社会 那这件事情呢 它事实上在社会学里面呢 是Shielding Segregation Model 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 政治只是有一点点的Bias 它都会造成这个 每一个人分门别类的 去移动 然后呢 到最后呢 又会变成 某些地方只有三角形柱 某些地方只有正方形柱 或者像 所谓的某些学门 或者是某些职业 变成只有特别的性别气质的人 会去 就是在里面工作 那其他人呢 可能觉得说 旁边人跟他太不一样了 然后呢 所以就变成一个比较没有 含荣性 比较不inclusive 的这样子一个位置 Degregation Model 传统上在课堂上教的时候 是用硬币 那这个是很难缴的 那但是呢 在别样图形不开心里面 因为他透过了网页的技术 所以就让大家都可以 非常容易的 去体会到这件事情 而且呢 好比像说 我们现在在国际上 常常就有 包含我自己在内 如果发现我自己 被邀进一个 都是单一性别的 这个Panel的话 我们会甚至到拒绝参加 或至少是强烈的建议 说你把不同的 性别的比例啊 能三分之一是最好 但是至少四分之一吧 这样 那不然的话 我们就拒绝参加 那像这样子的做法呢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 就是如果每一个小的图形 都要求那么多的 一点点的多样性 就如果旁边的呢 都是正方形 那他就搬家 的这样子一个做法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即使社会一开始 是在一个segregation model里面 现在他们就会很愿意的 去维持住 在每一个分区的 一个多样性 那这件事情 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是觉得说 能够透过一种 比较总观的效应 overview effect的 这样一个方式 去看到我们社会的组成 大家就不会觉得说 是个别的个人 好像要承担 全部的这个压力 要承担改变 社会的责任等等 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们现在社会 就是有这样子的偏见 或者就是有这样子系统上面 让人觉得不友善 不愉快的地方 大家就好像 一个城市的规划师一样 或者一个城市的设计师一样 可以一起去想说 对吧 这样子这个规则不是很平衡 我们来怎么样制定 一个新的规则呢 重点并不是这个规则本身 而是制定规则的过程 我觉得就可以促进 各方面的平等 当然也包含性别的平等 叶向田老师想要问说 有论者说所谓的上一号 科技领域是全然的中性 和性别发展无设 或最为性别平等下一号 可不可以就科技的运用 发展人才培育 知识生产等等面向 举反例说明 来提供学校场域 实施12年国家性质议题 融入科技领域的参考 非常好的问题 这边要问的就是说 那反过来讲 有没有哪些科技的运用上面 它会让性别 就是变得更加的不平等 确实啊 就是像我们现在的 这个人工智慧的发展 人工智慧是这样 它就像是一个机器的学徒 你让他学习什么 那么他就会继承 那样子学习的资料 如果学习的资料的这个来源 是不diverse 就是不多元的 或者是他过程 没有向各方利害关系 给出交代 那就会发生说 好比像说Google 他一开始发展Google Photo 的那个自动帮相片 下标签的那个技术 那他用的是ImageNet 这个是很多人非常常用的 包含很多的那个 生物学建门纲目科数种 生活里面的各种各样子的物品 甚至是说 就是你现在如果要跟一个网站 证明你不是机器人的时候 他会让你辨识什么 是红绿灯啊什么 那这些呢 就是他用来帮上传的照片 自动下标题 然后让你容易找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因为一开始的这个 我们叫做材料库 它的多元性呢 比较成问题 所以说呢 在一开始 你上载到Google Photo上面的时候 如果有一些 就是非洲裔的这个皮肤 比较深色的一些朋友的照片 那他就会把它标明成大行星 那这个其实就是因为 他一开始进来的资料里面 大行星的数量 是还蛮多的 那他里面所谓的人类 各种不同的人类的数量 里面其实黑色皮肤的是比较少 那所以这个机器就学到了一个Bias 就学到了一个偏见 那这个偏见就是说 人的肤色都是白的 金星的肤色都是黑的 那这个呢偏见当然是很不幸的 那当然他马上到处前 马上修改等等 但是这个就告诉我们说 如果一开始的资料取得 是片面的让特定的背景的 或者是特定的性别组成的 等等的朋友 来发展这样子资料搜集的技术的话 不但容易挂一漏腕 而且他很可能在 他也不是恶意的情况下 就促成了各种各样子 就是很不幸的 社会的偏见的流传 那所以像在我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每次要发展 这样子的AI的科技的时候 我把它叫做assistive intelligence 补助式的科技 就是说它的资料的搜集 如果不是靠外面的资料 而是靠我们自己 在我们工作的过程里面 我们想要去做怎么样子的运用 好比像说对于环境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能会去搜集水的品质的污染的这些数据 或者是空气的品质污染的数据等等 那当然最近这个很多朋友 在搜集口罩的量的数据 那这些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确定说 这个资料的搜集者 他是为了哪些辅助判断的用途 在搜集这些资料 这样子建立起来的AI的模型 第一个当他早期可能有bias的时候 能够一下子就被发现 因为这个他的来源是公开的嘛 那第二个是因为 他最后是要达成特定的社会目标 所以所有搜集资料的人 会往这个目标去搜集资料 而不是用一些 本来其实根本不是这个用途的 这个资料 硬套到这个领域上面 所以我会觉得说 就以AI来讲 就像我们在家政课上面 会教怎么样运用火一样 就是火它一开始发明的时候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 它是让人类能够就是不会需要这个 一餐就把所有东西吃掉 它是可以让食物能够保存的更久 然后让人更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技术 但是呢 当然他如果运用不好的话 那他也可能就是会消灭掉一整个城市 那所以AI就跟火是一样的道理 越多人在越小的时候 就学到他后面的包含怎么样安全的生活 安全的使用AI 那就越多人他具有一个基本的素养 能够让之后在他听到所谓的AI科技的时候 不会轻易的把他自己要求说 那我在资料的取得上面 我要有我的坚持 或者是说在资料的处理上面 我希望他能够给得出交代 或者说在资料的运用上面 有一些就是我不会这个 觉得说我轻易可以抛弃掉 我自己的个人的资料 在这里面副本的更新的删除的等等这些权利 那这些东西当然是从我们资讯媒体科技 这些素养是很重要的 但是也很欢迎大家在性贫的议题上面 去多多看到像这些Bias 是怎么样在社会上面被凸显被实践 那所以杨小林老师再次的询问 科技的发展是性别更平等或者更不平等 那以及学校教育可以如何努力的促进性别平等 这个就很像那个我们很多心理测验 他会同一个问题问两次 然后来确保说你的答案是更加的全面的 那所以刚才我一开始举例的时候 举了一些让性别更平等的一个例子 那刚才因为AI的关系 我也举了一些更不平等的例子 甚至以我自己作为跨性别来讲 我常常在那个人脸辨识的机器前面走过去的时候 光是以我的这个头发放在前面还是后面 他就会把我辨认成不同的性别 那当然我常常就会质疑 就是说你明明只是要 好比像说知道这个我的注意力 有没有在这个机器上面 因为他想要卖广告给我 那这个是不是根本不需要用到人脸辨识的科技 是不是去运用一些更基本的一些科技就可以了 他是不是不需要搜集到脸部的RGB的资料 那有一个就是前一阵子的例子嘛 就是说台铁 他们要去侦测说有人是不是离轨道太近 如果离轨道太近的话 及时的去警告 甚至是说如果他可能是更近 可能要掉下去了 可能要做一些相应的紧急的处置 大家就觉得说 那你这个是用红外线用motion sensor 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了 为什么为了这个又要去装一个一般性的这种 就是camera 这种相机 甚至是高解析度的相机 所以我想大家现在对于人脸辨识 以及从人脸辨识以来的 这种会把人标签化 然后变成好像标签化之后 我就会开始用一个性别角色去期待你 或者希望你能够用一些性别剧本 来跟这样子的机器互动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平等的一个状况 它基本上就是不但去增进 就是整个社会对于所谓性别剧本的一个想象 而且它会鼓励在不必要使用这些剖绘机制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只有剖绘机制 说不定真的只有好比像说生殖医学 或者这些实际上面 就是对于每一个不同人的身体状态 有回应的时候 也许可以需要一些这些相关的profiling 一些剖绘 那除此之外 说真的这样子的剖绘技术 对于不管是就是看电影的 或者消费者 或者是搭台铁的 到底有什么帮助呢 这是非常存疑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国际上面的 这些AI的大厂 现在开始都把这个所谓的gender label 就是如果它没有办法去处理这种 所谓的自定义性别的话 那这种二元性别的东西 它慢慢就开始在它的产品里面淡化了 不会变成一个预设的性别 包含你选这些表情符号的时候 那或者是说 它如果去做剖绘的话 性别能慢慢从那个预设的 破绘的面向里面去消失了 那这些都是在我们就是资讯科学界 很多朋友们争取了很久的一个结果 那我觉得在学校教育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多帮忙看看说 有没有哪些还是预设有性别脚本的这些部分 我不是说没有任何地方性别脚本 我的意思是说 本来没有性别脚本的地方 然后你透过这些技术把它带进来 我觉得未必对社会是有利的 那这件事情也很希望 大家能够在教育的过程里面 去带着学生来检视来审视 张如慧老师想要问说 根据媒体报道 目前我负责筹设设计数位发展部会 我有参与了 但我不是做最终决定 当然事实上这个还牵涉到 立法院要通过组织法 也牵涉到就是我们人事行政总处的 一个调度啊等等 那并不是我说的帅 我要先写和尖续名 那如果从性别主要化角度来看 这个部会可以发展哪些对性别友善的做法 来推动性别平等 确实 我自己目前的办公室 就是PEDIS 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比例上面是刚好是十位女性 十位男性 然后跟我 一位跨性别 那所以可以说是刚好达到了五十五十 不是五十五十啦 四十九四十九啊 的这样子一个很好的一个目标 那但是你说我们是不是 真的是因为一直要保持这个四十九四十九呢 也不是 而是说我们在进行我们的HR 就是我们的招募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半左右是公务员借调过来 一半左右是外部的这个专家 所以我们会一个尽可能去发现 大家各种不同看世界的角度 确保每一个新的人进来的时候 是带着一个新的看世界的角度 而不是说 特别像说外交部可能有十几个人都想要懂办公室 但是一次只能来一个人 不然我们变成外交部一个科了 那所以每一个部会其实是一个不同的价值 我们确保每一个部会只有一个人在这边 最多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价值 那也很自然的 因为每个进来的人都带来不同的价值 不同的角度 而且每一个进来的人都愿意至少贡献 足够多的 一样多的这些他自己工作的经验 去给所有的其他的部会跟专家参考 而不是说好像就是他自己专门来这边 但是还是只做他自己部会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每一次这个不管是性别也好 或者是职业也好 或者是专场也好 因为都要互补嘛 我们同一个职业同一个专长 同一个什么不会来两个人 这样子的情况下 性别平等自动就达成了 我们没有不需要特别去营造 他就自动达成 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办公室的其他的方式 好比像说在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上班都算上班 这个也是当然对持家者相当的友善 或者是说所有的考机啊都是自己打 那这个呢也可以避免职场上面的一些 就是跟我比较像的人 然后会打比较高的分数等等的这种情况 那然后我觉得这些做法 这些HR上面的做法 当然都是我很乐意去分享的 那我觉得这个做法也是未来 大家在考虑HR的时候 可以更加的去从 就是inclusion 就是我们把每一个不同的价值 都放到共同决策的这样子一个台面上 而不是只是diversity 就是我们去算 就是每一个不同的性别或者职业 或者年龄层或者等等的人数 后面这个是非常重要 后面这个是前面这个的基础 那我在讲的是说 我主要在意的还是前面的这个价值 就是inclusion 含荣的一个价值 有17位朋友们想要问这个张银坤 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 说如何避免科技带来的网路霸凌 或者复仇式的色情 我想我要先讲 就是霸凌跟复仇式的色情 早在有网路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我小学二年级被霸凌的时候 可还没有忘记网路 所以我说台湾了 还没有这个一般人可以使用的忘记网路 所以我不觉得说这是科技带来的 但是科技它确实是让这件事情 一次能够接触到的人变多 而且科技也让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隔着荧幕的话 比较难同理到别人的感觉 所以说你隔着荧幕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会把对方更容易的 把它他者化 或者是把它悟化 这个是事实 那所以我想这里有两个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一个是说 所有的平台 从Google到Facebook 他们事实上现在是一个co-governor 就是一个共同治理者的一个角色 可以说他的治权 因为Facebook那个 法币还没有印出来 所以是不是叫主权 我们还可以争议 但是至少治权 它是已经跟我们现在 别的治权是重叠的 我们本来是用组织法 跟作用法作用的很多区域 现在是用演算法在作用 那当然我们组织法 作用法并不是完美的 虽然它不是完美的 但是我们有独立的一个司法体系 然后它可以确保说 我们有access to justice 就是说我们如果在这个法里面 有感到不利益了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正当的程序 去重新取得这个正义 并且确保说 未来这个系统能够修改 然后呢让大家更好 当然很多人觉得说 这个速度不够快等等 但是当然你要确保一个正义 它本来就是需要 人跟人之间互相了解 等等的这个过程 但是呢 演算法的治理呢 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它在一开始 其实就有点像物理定义率一样 它会让你能做一些事情 非常不方便做另外一些事情 那这个时候呢 好比像说在Facebook上面 你可以非常容易的去打脸 但是你很难打输 为什么 因为它设计起来 就是它的光是有一个 回复按钮的这件事情 光是让每一个人的脸 发生在它的那个字的旁边 让你的回复 好像冲着它的脸来 它无形之中 就是在助长一种 好像不只是以人费言 事实上就是 主要是对于人 而不是对于论述 来进行讨论的这样一种风气 那所以它就很容易助长 一时义愤添衣 然后就造成所谓出征啊 等等的这些网络霸凌的行动 所以到最后 还是这个界面的设计者 这个互动系统的设计者 他要为他所设计出来这个系统 给出交代 就是所谓accountability 当然像现在我们这个陈奕宁委员等人 也是全世界啊 现在Facebook有个监理会 那每一次你觉得说 你被Facebook的这些设计 就是它的bias 或者是它的discrimination 等等这些 让你造成不利益了 理论上你可以上诉到 这个oversight board 但是因为它才刚组成啊 到底有没有可能 在一个大公司里面 内部执行 类似像司法权这样子的事情 还是说它就是 其实只是主要是做公共关系 这个很难讲 那这个也很值得大家去持续关注 但是至少好比像说 你现在上传一个影像 给Facebook的时候 确实它会先确保说 这个影像里面 看起来没有复仇师色情 等等的这些内容 那又或者是说 你可以看到这个网络霸凌的时候 在台湾了 你可以透过 好比像说像iWin这样子的机制 去跟他们进行讨论 但是我觉得鸡蛋 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最好的方式 还是每个人能够去挑选一些 别的看起来不那么打脸 而比较能够打输的 这个社群平台啊 或者是说在台湾 我们这边用开放圆码 所架构的一些社群平台 好比像说PTT 或者是说 没有那么开放圆码 但是至少 它的创新的过程 很愿意跟各方 厉害关系的讨论 好比像说Dcard 这些朋友们 因为他们是生长在 我们台湾这边的social norm 社会常规里面 那我们这边的一些想法 就比较容易跟他们沟通 所以两个嘛 一个就是说 对于现有这种国际的 演算法秩序 我们还是要持守住 我们的社会常规 要求他们给的出交代 的一个作为 那第二个鸡蛋 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大家都要去了解到说 其实这个空间本身 是助长霸凌或者复仇 那你可以移到一个 比较不助长霸凌 或者复仇的空间里面 随时都有这个选择的 一个权利 那有16位朋友们 想要问说 科技是不是可以去性别化 当然有一些科学跟技术 它本来设计出来 就是希望说 那我们就只 以我们的就是 没有性别的部分 来进行贡献 那好比像说 我早期在IRC上面 在网络的聊天室上面 它的设计就是说 你完全没有脸书的 那样的脸 你只有书写的这个部分 那每个人都可以挑选 任何的性别角色等等 来进行展演 但是呢 这个其实 也不是去性别化的 它有的时候 反而吸音而不察的 会助长说 那我如果是一个 就是传统上 女性的性别角色 展演的话 那我还是少数啊 我在某些IRC频道 聊天室 还是有可能 受到这个 就是霸凌啊等等 那所以反而 它是鼓励很多的女性 到线上去采用一个 中性或男性的性别角色 那但是它没有办法 反向的去进行 这样子的鼓励 这个是让人 这个相当不舒服的 一个情况 所以我的意思说 就算它设计出来 是说 那我忽略性别 但是只要它是 人跟人之间 在上面有互动的 它还是会重现 很多性别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在这里 可能不是去期待科技 帮我们去性别化 而是就像刚才讲的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就是确保说 各种各样不同的 性别价值 展演 认同 角色等等 那都有一时之地 而且呢 因为足够多元 所以谁也没有觉得说 我是大多数的一方 我是大部分人 然后其他人是小部分人 是这个可以忽略的 或者可以巴凌的 而是每一个人 都是小部分人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Transculturalism 就是跨文化的 这样的一个行动的场域 那我觉得跨文化 行动的场域的好处 就是它可以让所有人 在自己感觉上 好像是优势地位的时候 也想到说 不对啊 我也有一些 弱势地位的时候的 或者少数地位的时候的经验 那这个时候 我应该去同理 在这个少数 或弱势地位的人 那每一个人 其实在某些方面 都是少数 或者弱势地位 那我觉得科技 如果能够提醒我们 这种多元交织性 Intersectionality 那就是好的科技 举例来讲 像在我们资讯科学界 有一个运动 叫做Code of Conduct 就是大家一起来讨论说 哪一些构成骚扰的行为 哪一些构成而不舒服的行为 我们要怎么样子 很快地 让骚扰的人了解到说 不管它是不是故意的 这个就是骚扰 然后以及 让整个场域 能够很快地回复到 比较好的社会常规 那但是呢 当然一开始 很多都是 就是性别的 性上面的这些骚扰 但是呢 也有一些社群 很快地就说 好比像说 我在线上打一个字嘛 IRC打一行字 如果我没有要求你 来修正我的文法的话 你如果就告诉我说 我的实态错了 我的复述形式错了 我的文法错了的话 这个也构成骚扰 那这个是很很正确的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是native speaker 而且就算是native speaker 有些人他可能就是 有拼字或者认识 上面的一些 就是神经的多元性 那如果大家不是就事论识 而是在明明可以 彼此了解情况下 去纠正对方的措辞 发音文法等等 那而且这个纠正 不是为了要让 大家看到什么 后面的bias 而是纯粹就是说 多一个s少一个s 那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它就叫 microaggression 就是一个小规模的 一个侵犯 那其实只是要 显示它的优越感嘛 就说我是native speaker 那我们有很多native speaker 那这样的话 无形之中 就会让文化上面的少数 比较不愿意参加这个社群 所以它跟性骚扰 其实是有一点 类似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当你有这样子 一种想法的时候 即使你是在优势性别 优势的性别展演 但是你的英文没有很好啊 你突然就可以了解到 透过多元交织性 intersectionality 这个观念 原来在弱势在少数 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 这个code of conduct 这个运动啊 其实是很值得 大家来了解 来参加的 那萧慧娟呢 问说 部分民间团体批评上一号 行政院系内阁 42名政务官里面 只有2名申理女性 比率仅4.76% 是民主化转型 30年以来 最上一号 男下一号 的内阁 下一号 请问 内阁成员的性别比 会不会影响国家 推动性别主流化成效 对此有什么看法 当然我们知道说 性贫会的组成 它就是一半 再多一点 是民间的专家 那一半 再少一点 是内阁的阁员 所以 就像 其实这跟我们办公室的组成很像 但是 跟我们办公室不太一样的是说 我们办公室的 借调过来的公务员 本来性别的比例就蛮平衡的 所以我们外部的这些专家 性别比例 也可以比较平衡 那性贫会呢 因为他名文说 两边都 就是不能低于三分之一嘛 而当他的内阁成员的这一组 就是几乎全部都是男性 那的时候 那意思就是说 外部的专家 几乎就要全部都是女性 不然的话 没有办法达到性贫会这个成效 可是这样子的话 无形之中 它就会造成这个 inclusion的困难 因为 就是这里面 就没有多元交织性 你没有说 男性的公务人员 女性的公务人员 男性的外部专家 女性的外部专家 这四个象限 这四个象限变成 剩两个象限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性贫会的运作 确实它在inclusion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因为这样子 第一个你几乎不可能请男性的外部专家了 那第二个 当你需要知道 女性的就是阁员 在她的政务工作里面 有哪些可以 就是让大家参考事情的时候 sample也变得比较少 所以我觉得至少在 行政员性贫会的运作上面 以及它的规则上面 确实这样子的比例 对于性贫会的运作 我觉得会在diversity上面 跟inclusion上面 都造成一些挑战 那我也很希望说 性贫会能够来帮我们 也许 因为这次的考试院 也进行了大幅度的更改 我还记得之前 我们有帮忙推动一个案子 就是在公务体系里面 一次请假 那时候一定要请半天 那而且呢 这个半天呢 对很多人来讲 其实是非常为难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norm 所以大部分就要请一天 那这个时候 其实它只需要去 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进行一些 包含长照啊 持家啊 等等这些工作 不管它的性别 那这件事情 所有的人事单位都同意 甚至我们是用一个 匿名的join平台 公共证则网路参与平台 来提案 那但是到了考试院 考委就花了很久的时间 我记得接近半年的时间 甚至超过 不断地去说 这个并不是说 好像网友投票 就有正当性啊 好像个人事单位同意 就有正当性啊 你要做出一个 这个真的是对于 公务人员的形象士气 等等等等 是很好的一个论述啊 那当然就是 考委这个有 就是非常 这个细致的 细致的讨论 我也不觉得是一件 一定是坏事啦 但是它确实就是让 很多在公务体系里面 想要推动更加弹性的 让不管是斜杠的 或者是有不同兴趣的 这些专业者 能够继续他们的公务生涯 的这些很具体的提案 在以前要让考试院 会宣通过 其实真的不容易 那现在我们是 有一个蛮好的机会 不但是有 就是国家级的人权 委员会在监察院那边 我们也有 这个考试院的 新一届的考委 那我会希望说 未来在人事制度上 参考我们这种 就是一小时请假 都要推那么久的这个经验 看能不能够 比较有系统的 比较快的 让公务体系里面的参与 让我们尽快成为一个 友善的一个职场 能够追得上其他的远 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个以立法院来讲 他们的比例啊 就是这一届已经超过 40%的女性了嘛 那但是我们这边在 就是检任官的这个时候 担任主管的比例 的失衡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越到后面 你越难说服 这些资深的公务人员 去花力气 花时间去进行工作 或者是升到主管的位置 那这个我也很希望说 未来我自己 在不管是 公务政策网络参与上面 或者是在 性评的相关的 协作的讨论上面 能够继续去协助 不管是人总 或者是考试院 让我们的文官体系 能够更加的友善 那有九位朋友们问说 私密影像被他人 在网络上面 公开传播之前呢 平台是不是有责任 先征询被拍摄者的同意 那当然一个公开传播 他本来就会触及到 不特定人 当他触及到 不特定人的时候 平台如果他事前主张说 我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他至少应该要 在被通知的时候 去进行相关的处理 当然现在很多的平台 他只要做过一次处理之后 他就可以透过 我们叫做一个 指纹的一个技术 去自动的去看 如果这个再被上传 可能是以不同的大小 或者不同的解析度 到这个平台的时候 他也就可以自动的 去把这件事情 让他难以公开传播 或至少难以用搜寻引擎 去找到 那这件事情我想是 就是杨朝林老师 所提出来的 这个是目前大的平台的 一个共识了 那当然小的平台的话 他们在法尊上面 确实也会需要一些 技术上面的协助 那这个部分 我们也很高兴看到 有比较多开放原始码的技术 在最近几年开始出现 让人可以快速的去筛选 就是怎么样子 是私密的影像 以及如果这个私密影像 是本人授权的话 他这个授权要怎么样子 去让其他的平台知道 这些我们都有一些 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y 就是促进隐私的这些技术 所谓的PET的开发的社群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 台湾的一个优势 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常规 大概都是很明确的 我们不会主张说 去公开别人的资品 像也是言论自由的这种 现在大概已经很少人 有这个见解 但是在台湾 一开始就比较没有人 有这个见解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也是很好的 那当然接下来 就是在法律上面 怎么样子去确保说 私密影像等等这些事情 它可以去 有一个更快速的一个process 那这个就是像我们的 数位通讯传播法的草案 目前立法院还没有通过 里面有这种 就是快速处理的这些机制 那我觉得未来 如果在法治上面 能够更健全的话 就是把我们所有 现在的各大小平台 都比较愿意实作的一些 社会上的一些norm 变成就大家都不争执的部分 变成法律的话 那当然也可以再进一步的 起到一种提示性的一种作用 那有九位朋友们问说 以韩国的N号房事件为例 中小学的教师 可以如何运用网络 或者社群媒体 来避免这一类事情的发生 当然第一个 很重要的就是说 了解到说像Telegram 或者这一类的加密技术 点对点加密的技术 他靠的是里面的人 来理解到说 如果你不举报的话 没有人会举报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从外面来监视 在里面这些加密的通讯 那但是呢 我想台湾的特色 就是见义勇为的人 还是蛮多的 所以如果中小学老师 能够很明确的 就是告诉小孩 或者甚至以身作则 说你看到怎么样的事情 就是不对的 你就是要通报 那这个通报呢 你可以享有一定程度上面的 就是对你自己人身自由的一些保护 所谓吹哨者的保护 那这样子的话 就会有越来越多人 愿意去检举这件事情 就像说当年垃圾邮件泛滥的时候 也是因为有很多朋友愿意去把他信箱里面的垃圾邮件 把他贡献出来给全世界叫做spamhouse等等的这些社群 去进行分析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确保说 这个垃圾邮件的送件人 他下一封送的件就会自动跑到垃圾邮件的资料夹 而不会去在收件夹里面去干扰大家的认知 或者是去进行一些诈骗的一些目的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每次看到好比像说诈骗啊等等的讯息的时候 现在大家都知道会打165 或者去用趋势科技的防诈达人啊等等的这些做法 那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诈骗啊等等的这个 我们本来就已经有在教小孩的这些讯息 我们要告诉他们说性剥削霸凌等等 那这些呢其实是类似的东西 而且你可以运用类似的方法去进行提醒 去进行一些通报 那有一位朋友言明志 问说科技始终来自人性 但是当然来自人性的 他可能走得更远 可能会超过人性 当然就像我刚才讲的 技术书写也是一种技术啊 我们现在在用slido 在透过这样的方式进行非同步的会谈 这个也是我们咨询科学家 通讯科学家努力的一个结果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想要彼此了解 彼此沟通 这个是人性 那科技是辅助人性 让人性能够去达到 那但是像slido这种投票的方式 它确保说 大家越多票 我就花越多时间回答 那这个呢也是人性 因为我会想要一次照顾到比较多的朋友 这是fairness principle嘛 就是一个比较平等比较公平的这样子一个方式 但是在以前有像slido这种技术以前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我总不能每讲一句话 然后就把麦克风传一次 然后每个人用麦克风讲完一个问题 大家就举手一次 这个事实上时间是非常不经济的 那所以有些科技 我觉得它可以采取一种辅助式的智能嘛 刚才讲 变成一种在背景的一种 比较安安静静的去让大家的注意力 还是放在我们要讨论的这些事情上 然后呢 它让人更自发 因为它把人有点工具化的部分自动化掉了 它让大家更互动 因为你互动的时候 有一个共同的social object 像现在这个亮起来的问题 大家知道说我们互动是以这个为本 它达到更多价值的融合 去更多共好 因为我们看到slido上面 就像我刚讲的 你没有回应的这个功能 所以你没有办法打脸 事实上上面没有大家的脸 只有大家的名字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它就会促成一个比较共好的一个场域 所以我觉得它可以发扬人性里面 我们比较愿意看到自动好的一个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就比较机械性 比较冗杂 人在做太久的时候 也会觉得说 自己变成好像一个机器 因此又会导致一些 这个文明社会的不满等等 这些部分就可以有效的去让机器去做 那大部分的人类呢 我觉得就是往自动好的这个方向 机器去触发大家这些方向的人性 好 那接下来我们有看到说 张银坤 这位老师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数位落差 通常指的是乘商的差距 但是世代之间也会有数位的落差 请问要如何陪领老年的女性 来使用网络科技 我觉得网络科技这四个字很好 因为它就是讲的是 人跟人之间互相沟通嘛 像我阿嬷大概87岁了 那她其实一直都非常会使用 尖端的科技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在协助她的时候 都是采取一个科技应该配合她 而不是她应该来配合科技 的这样子一个想法 所以如果她觉得键盘或者滑鼠 很麻烦 我们从来就不会给她键盘 或者是滑鼠 从一开始就是触控的荧幕 那如果像我之前研究VR的科技 那我就会把VR直接一整套 透过这个笔记性电脑 带到我阿嬷住的地方去 然后我就会跟阿嬷说 那这是我在欧洲 曾经去过的一个地方 你如果带上VR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直接看到 然后甚至可以跟旁边的一些景物 或者一些导览等等去进行互动 那当然她到VR之后 她就会发现说 她根本不用特别学 她就是用她一般的手势等等 就可以去活动了 那这个呢 同样的也是科技来配合她 而不是她配合科技 那或者是这样说 如果很多朋友们 她习惯用笔的话 你真的不要强迫她用触控荧幕 你就让她用笔去写 现在用笔去写的这些科技 像我是用写字来思考的 其实我无论如何 在手上就是有一支笔 那所以从一开始 Palm Pilot Zorus 或者是之后 Galaxy Note 或者到现在这个Apple iPad Pro 只要没有笔的资讯设备 我大概就不会当做随身的资讯设备 同样的这个也是希望设备来配合我 而不是我去配合设备 所以不管是笔的输入 刚刚讲到的VR 就是你的 从用你的肢体来这个很自然的互动 或者是语音输入等等的这些方式 我觉得都是弥平数位落差很好的方法 因为她可以知道说 她不需要学这些额外的 这个很麻烦的一些东西 她用很自然的方式 就可以跨世代的进行沟通 而且呢 当她进入这个世界之后 晚辈是很愿意跟她求教 跟她学习 就像我这个每次要做什么这个重大人生决定啊 只要还有好奇心有求之欲了 那就可以去运用网路科技来达到世代之间讨论一个共同议题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他们的这个智慧就会发挥出来 如果你一开始是让她学习一些工具性的东西 那就像是我们去要求小孩学外语的时候 先掌握好文法 先累积单资量 但是不去使用 那这样的话 这种外语学习就会让她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觉得网路科技也是一个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要先有你想要解决的社会环境问题 或者是你想要促成的社会或者环境的议程 然后你透过这个去学刚刚好足够的这些科技 那新课纲杨巧琳老师说 能主动参与科技实作活动 及试探自己的兴趣 不受性别的限制 是新课纲对国中生在科技领域学习表现的一个期待 那以我的看法参与科技实作的活动 有怎么样的性别限制 以及怎么样子去突破刚好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幸运 就是在台湾我们programming这个字 它通常是翻成城市设计 那在很多的其他的国家 其他语境里面 它是翻成比较类似工程 软体工程等等 那工程师在很多的国家 是有一个性别气质的 那这个性别气质呢 如果你不符合这个性别气质的话 你参与这个实作活动 就会受到性别的限制 但是设计师在各国 都比较没有性别气质的这个限制 事实上跨性别 可能还是设计师里面的一个主流 那所以这个时候成为城市设计师 他就没有一种好像你要迎合什么 性别气质的这个想象 所以我第一个想要讲的就是说 可能要注意你的用词 当你在参与特定的科学或技术社群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用词它陷入为主的 就让你有一些性别展演的想象 那如果有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去把它做一些颠覆 做一些修改 有些是很简单的 好比像说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 我们现在如果讲持家者 那这个就突然之间 没有后面的这些想象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 不管是哪一种科学或的技术 先去把它里面的 已经有性别 刻板印象联想的用词 而这些用词 无形之中会塑造这个社群的性别气质 这些很有意思的 透过social design 透过社会设计 去把它颠覆掉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可以很 就是论识的 去说那我对这个有兴趣 那我就做这件事情就好了 这样子的话 一个人也不会去 因为他的领域 然后就去说 我是工程师 或者我是这个持家者 或者是我是这个设计师 来定义他自己本身 他会说 我有这个软体工程的能力 或者是我有城市设计的能力 或者是说我有持家的能力 等等 那这些能力 他后面搭配的这个素养 就是说你可以跨不同的能力 来进行实作 一个实作 本来就需要各种不同能力的人 一起加入嘛 这是互动 共好的一个素养嘛 那这个时候 你的兴趣就可以触发 别人的兴趣 他不是把它累积到 你自己身上的标签 而只是透过这些 可能不得不有 但是还是要颠覆一下的标签 来认识彼此 来解决一个共同的 比较大的问题 那这个我觉得是 辛克刚的一个 很重要的素养导向的一个精神 那张英坤老师问说 科技带来某种便利性 但是就像两面刃 也有人担心监控的问题 请问在两者之间 如何取得平衡 那监控当然它来自什么呢 来自资讯的不对等 如果就是你到一个地方 它就是希望你 这个留下所有的 你的这些资料 但是你没有办法监控 它怎么样子 去使用这些资料 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单向的一个监控 所以我觉得监控这件事情 它是要对称的 就是说像我们说 公民监督政府 也是一种监控 我把我所有的工作 甚至所有 我主持的会议 都公开逐字稿 或者影音在网络上 这也是一种监控 但是呢 这个是为了什么 让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政府的运作 对这个国家 或者甚至全世界的公民 透明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监控 对我的监控 就是有公共利益的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对民主的促进 就没有坏处 那是因为现在 就是大家付我的薪水 那但是呢 这是因为我做的决定 很可能会造成 就是一部分人的利益 或者一部分人的不利益 所以在决定做成之前 就把我的整个工作的阶段 里面的阶段性的一些讨论公开 这样子的话 可能有不利益的人 就可以立刻来找我说 你搞错了 你没有这个考虑到我们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样子的监控 所谓的 就是公民可以监控 政府 政府官员 我觉得 我这个想法是 推得比较激进的 我觉得不是只有 做完决策之后 在决策做的过程里面 也都要能够这样子的 去给出交代 accountability 那当时 就是我给人问到宝 等等这些 当然是因为我们现在 正在做公共服务的工作 反过来讲 人民当然不应该 对政府透明 我们所谓的 各自最小化的 这个概念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如果需要 递送一些服务 给人民的话 我们应该只取得 最必要 而且我们可以证明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递送这个服务的程度 的个人资料 而且呢 这个取得之后呢 在一定时间之后 像大家看到 最近那个十连制 一定的时间之后 它丧失了 它的目的了 你就要销毁掉 你不应该拿着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随时 如果别人要求负本 要求更正 要求删除 等等 你都要这个 就事论式的去处理它 那这些事情 如果大家能够做得好 就像很多消费者 保护的这个意识 大家现在都知道说 你有网购 七天的犹豫期啊 什么 就是说如果你了解到 自己作为一个公民 具有的这些基本权利的话 无法以法律上面的契约 做事前抛弃的权利的话 那监控者就要付出很大的成本 但是如果大家都觉得 那这个就当个顺民吧 不管怎么被监控都无所谓 那这样子很多监控者 不一定是国家 很多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缘故 那这样子他们就会觉得说 那这样子的话不监控 白不监控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取得平衡的方式 就是社会部门要了解到说 虽然个体看起来 就像有工会 或者合作是以前的劳工一样 没有什么这个协商的权利 但是变成一个集体之后 协商的能力就变得非常大了 所以也很鼓励大家 多关心这些 就是在意监控的一些组织 人权相关的一些组织 好比方国外 可能有这个电子前锋基金会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那在国内可能有跆拳会 好比方说跆拳会 最近才建议我们 说这个在超商 这个有什么证信券的时候 不应该让序号 能够让超商知道 这个我们从善如流 我们完全是同意的 那所以这一整套这个做法 就是在公民社会的关心 以及我们这边的倾听上面 去进行迭代 那我们这边最重要就是 我们的工作要对人民透明 但是我们不想要也不必要 需要个别的人的隐私 对政府去透明 那有七位朋友们问说 苏婷玉的一个问题 就是科技的发展 可不可以改变男理工女人文 这个教育区隔的这个现象 因为就我们所知 理工类科的薪资 跟工作的机会 高于人文的类科 或许可以改善部分女性 低薪的问题 那你这个问我就问错了 因为我国中二年级就中错了 我从来没有觉得说 我要分科分类 我觉得一开始把人分成 这个不同的类科 就是我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脑里并没有 就像我现在脑里并没有觉得说 一半的性别的人跟我不一样 一样 我也没有觉得一半的学门的人 跟我不一样 我觉得一开始分这个类科 这个教育区隔 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那当然我们现在有看到一些趋势了 大学的大一部分系 或者是说 现在就是跨不同的领域 去进行教材的设计 那这个素养导向 它让任何人都要有一些 理工的素养 跟人文的素养等等 那但是我会觉得说 我们随着科技的进步 其实纯粹面对机器的 这些薪资跟工作机会 很可能会被 你当然知道机器怎么运作 但是主要是面对人 然后找到更好的职务流程 更好的设计的方式 等等的这些 后面的这个的工作机会会越来越多 前面的这个部分的工作机会 可能会越来越少 那即使是在前面这些进行工作的 也变成必须要是 好像人工智慧的训练师 或者是说 他要带他的机器学徒 等等的这些还是需要一些沟通的 规划的能力的这样子的朋友 那所以我觉得 时间是站在大家这边的 就是跨学们很可能斜杠 之后会变成常态 以至于到我们没有斜杠这个字 可能就是专门钻研特定的 会变成叫做单杠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第一个是说 这个低薪的情况 很可能在接下来会有所改变 那像我们接下来的那个全国科学的全科会 其实关于社会的 关于怎么样培养一个社会的resilience 就是一个碰到 不管是天灾还是疫情 等等怎么样子互相照顾 怎么样子让这个社会能够 就是进入一个有免疫的一个状态 不管是免疫什么的状态 那这个都是台湾社会 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些题目 那我觉得这个的机会 接下来会越来越高 那所以第一个 我蛮反对类科这种东西 这是我个人的偏见 也是我的 就是学习过程告诉我的 那但是即使还有类科 那越跨学门越斜杠 我觉得未来的机会就越大 那有六位朋友们问说 科技的性别主流化 跟性别化创新 是目前我国政府大力发展的方向 我跨性别的视角 在性别化创新这部分的体会 是不是有更优势的高度 没有什么优势 那可能是一个 就是比较不同的一个角度 那认为性别化创新 在教育上面 可以从哪些层面 或者是哪一些利基点 开始行动 当然跨性别的一个视角 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 我觉得我想要多体验 什么的时候 我不会有一个自我设限 然后我会觉得说 就像一个人 他的一个range 很宽 他不会觉得会一个 演员的戏路很宽 他不会觉得他被特定的角色 所绑架 那甚至我会觉得说 在任何人的工作上面 他碰到一些性别的 一些刻板印象的时候 他就可以稍微跨一点点性别 举例来讲 好比像说 我们的指挥中心知道说 有一个小男生 因为他只有粉红色的口罩 而不愿意去上学的时候 他们的回应 就是在下午两点 记者会上面 所有人都开始戴粉红色的口罩 而且他们的小编 他们的社群媒体 也通通都把这个颜色 漆成粉红色 那这部分 当然也有很多评论者觉得说 这没有改变结构性问题 但是要了解到说 很多时候结构性问题的改变 并不是去攻击 现有的结构可以看到的 你要一面去挑战现有的结构 但是一面让大家看到 新的结构长什么样子 那这件事情 我觉得确实 粉红口罩的这件事情 是有一个达到 就是性别化创新的一个目的 因为所谓的颜色不分性别 甚至很多朋友 因为这样的关系 开始去看粉红色跟蓝色 在不同文化里面的历史等等 那这些我觉得都是 很好的一个机会 教育的一个契机 所以我会建议说 多花一些时间 去看这些社会 正在改变的这些机遇 那或者是说 像我们所谓结婚不结因 的这样子一种 新的概念通过之后 大家也会去看说 那为什么结因 就是家族跟家族的这一部分 跟结婚就是权利跟义务的部分 都并根本不同 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情 我们把它混为一谈 根本就搞错了 等等 那所有这些 其实都是让我们在教育上面 本来很难 去把它区分开来一些概念 透过这些很具体的例子 就可以让小孩做一个 思辨的一个主体 而不是被我们灌输的一个课题 那这件事情 当然也有像一些工具处 像素养教师等等 去告诉大家怎么样用 就是神意式的方式 来经营你的课堂 让小孩在这个过程里面 可以成为性别化创新的创新者 而不是只是享受其他的人的创新 大概是这样 好 那强调一下 这是止息管 那有陈彦宏 这位朋友们问说 科技主流化当中 女力的投入啊 是其中最需要努力的重点之一 这个我完全同意 那请问教育上 如何拉近女性跟科技的距离 来创造它的亲近性 我有个朋友叫Linda Lucas 然后她组织了一个社会的一个创新网络 叫做Rails Girls 那他们做的事情 就是让比较年轻的女性 能够有机会 在他们生活当中碰到的生活问题 都能够去跟其他的女性进行交流 然后有过类似的 就是性别体验之后 那他们就可以一起集思广益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举例来讲 好比像说新手妈妈 就是一个 一个 很需要大家帮忙的一个角色 没有人是这个 天生就能够担任亲职的 那所以像在Rails Girls里面 他们有一次就是教这个硬体 也应该是Arduino 那一个开放的一个硬体 那就有一个新手妈妈 她说这个她的小孩 就是她只要一离开 就有分离焦虑 那而且其他的照顾者 再也是没有用的 那不过她小孩也不是刚出生了 她小孩已经认得阿拉伯数字了 所以呢 她就说 那她可不可以做一个 因为她有带那个运动的 就是手环嘛 她有一个寄不起 所以她走到 好比像说旁边的杂货店 可能是300步 或者是500步 那她就做了一个显示幕 让她的小孩能够看到说 我从0然后妈妈出门了 走12345 这个一直到可能300 然后呢300的时候 她就到杂货店了 买点东西 然后呢再往回退 然后退到这个200等等等等 然后退到0 退到0的时候呢 妈妈就会一定会开门 这个真的很有用 她小孩分离教育就这样解决了 就是她的那个LED的阿拉伯数字的显示幕啊 变成是我们叫做一个transitional object 变成一个过渡式的课题 那这样子的做法呢 其实很有意思 而且呢 如果你什么硬体 什么软体都不会 但是你专门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可能只要两个礼拜 就可以写得出这只程式来 因为你旁边都不用学嘛 只需要学这一部分的 那这个也就让她在 她的这个群体里面 变成了像英雄一样的角色 因为她就可以分享她的创新啊 而且这个创新 就像刚刚讲的 是基于开放的硬体跟软体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 去进行改变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找一个切身有关的一个事情 这个其实不分性别的 我刚才只是因为 你问的是女力的投入 所以我取Rails Girls的这个例子 但是任何只要是解决 身边的一点小事的技术 都会触发非常高的 学习跟创作的意愿 尤其是你不需要从头开始 有别人已经做好 八九成的东西啊 让你可以改做 有另外一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网络的直播主 常常运用色情 或者是其他游走法律边缘的手法 来充人气 该如何看待 当然一部分他 如果是用YouTube会被标黄标 但是除了这个 就是平台商的这个共同治理之外 那我是觉得说 其实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point 就是说 如果他游走法律边缘 表示他其实已经挑战到social norm 那如果你觉得social norm受到挑战 那就是要call it out 对很多网络的直播主来讲 如果他被call out的话 那他是很容易的去改变他的做法 那如果他不改变他的做法的话 一般来讲会被认为是硬拗 那在台湾我觉得很幸运 因为我们的社会抵制的能力 实在是非常的强 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是威胁到了social norm 而且他没有说 那下不为例 或者是他已经采取什么方式 让未来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 那就算是在死中的这个粉丝 一下就跑掉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 就是call it out 这个是最重要的 而且要很确实的来讲说 social norm是怎么样 social norm并不是不能讨论 但是如果一开始就说 social norm甚至连提出来都不能提出来 好像直播主说了算 那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之前 我们对于这个广播啊电视啊 里面的这些性别刻板印象 或者族群刻板印象 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处理 就是来抵制 来call out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应该怎么样子 对一些 其实他的收视率已经高过 传统的媒体的网络的直播主 有五位朋友们想问说 这个我要放在这个上下引号 所谓的假新闻的防治 因为我们在行政院是不讲这个三个字的 我们是说假讯息危害的防治 怎么样子 回应侵犯言论自由的正义 根据研究显示 有些上引号所谓的假新闻 下引号的更正沉浸 反而让上引号假新闻 下引号更具真实性 如何避免逆火效应 那为什么我一直想要放在引号里 就是因为在我们的语境里面 journalism跟news是同样的字 对不对 就是新闻工作 新闻业 新闻学 那这边是新闻 所以其实你没有办法只讲news的 你没有办法只说这个news 它是伪造的或怎么样 因为你不免的就会攻击到新闻工作者 所以我绝对不讲假新闻三个字 尤其我爸妈都是新闻工作者 那所以我说的是假讯息 就是蓄意的 对公众造成伤害的不识讯息 这个是有法律定义的 那确实更正澄清 当然是反而让它更具真实性 但是这个就是因为 如果你的更正澄清是气急败坏的 那你反而去助长这种outrage 就是同仇敌忾的这种情绪 如果同仇敌忾的情绪 在网络上面 能够让一个人看到觉得愤怒 他传出去 他的愤怒稍微缓解 他不花时间去看澄清稿了 他就分享出去了 那他看到的至少一个人 又会把它传给至少一个人 那他的现在大家都知道的R0 基本传播数就大过一 大过一的话 那就会就是更加的传播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透过更加促进 这是愤怒的方法 那不免就火上加油 那所以要怎么办呢 那就是我们叫做humor over rumor 就是所谓的幽默辟谣 只要你的回应 好比像说这个院长 在卫生纸之乱的时候 出来腰屁股 然后说这个我们只有一粒卡层 那但是他要讲得很认真 就是纸是南美产的 不知不知是台湾本地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让口罩 这个增产 我们都不会影响到卫生纸的供应 那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其实任何人看到就会哈哈大笑 哈哈大笑之后 他的这个内部的就是情绪 其实就已经往幽默的方向走了 所以当他在看到那种 我们很快就要没有卫生纸 那种慌乱的 或者是说这个国家 怎么连卫生纸都管不好 这种愤态的 他就不会传了 他基本传播力就低于1了 因为他知道说 这个第一个我们只有一粒卡层 那个真的很好笑 但是第二个 很重要就是说 这个事实性的 就事论式的那张表 已经在大家脑里了 所以当时不到一两天 这个卫生纸纸乱就结束了 那当然我们发现说 一开始传播的人 竟然还是卖卫生纸的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件事情 只要你一看到的那个framing 就是它的这个框架 会让人觉得很好笑 很幽默 卫福部的那只柴犬 总柴 也是一样的一个做法 它事实上就是 卫福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家里的一起住的一只狗 所以每一次它记者会之后 只要回家拍它的狗狗 就会冒出新的梗图来 这个不像海巡鼠 还要付钱给Shutterstock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只要让你一开始在视觉上面 是产生一种幽默的 而且它不是开别人玩笑 它是开自己玩笑 这种比较 甚至有一点超现实的 这样子的一种感受 那这种感受 它的传播力 传染力 它事实上是类似像是一个 就是vaccination 就是好像是接种预防疫苗 一方面你会想要转船 因为民营很好笑 二方面你看了民营之后 心里比较笃定 然后了解到实际的情况之后 你再看到让人义分填膺的东西 它对你没法做情绪动员 那没有办法做情绪动员 自然也就没有逆火效应 那有五位朋友们想问说 网络常常是社运同温层团结的平台 但我也有限制 无法跟不同立场对话 那请问一号 如何克服这个限制 如果是Facebook的话 我大概都会装一个软体 叫做Facebook Feed Eradicator 它把Facebook整个墙面 整个拆掉 那没有墙面之后 它换成一句治理名言 你也可以自己自定它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你就不会有同温层了 根本就没有同温层 对我来讲 我就是回应特定的关键字 特别让大家知道说 提到唐缝我就会看到 我如果有这个可以贡献之处 我就直接会回应 但是我如果现在在研究某件事情 或者在推行某个政策 那你提到那个关键字 我也会看到 我只要有贡献 不管我觉得 你是不是我的同温层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同温层 我不会觉得一般的人 是我的敌人 那我就立刻就加朋友 或立刻就私讯 那如果我觉得 我回应有公众的价值 我就会公开回应 如果你开地球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我每天都在跟 不同立场的人对话 而且我就发现 大家都有共同的价值 好比这样 我们不管做什么发展 我们希望社会跟环境 让下一代能够享受到 比我们更好的环境 而且下一代也要传承这种思想 这叫永续嘛 那这样子的一种价值 其实不管你是什么立场 大概都同意 所以你越这样子去练习 你越不会受到 同温层的影响 但是你还是能够 透过各种各样 不同的这些价值 去回来倡议你所 最坚信的那个价值 所以它对社运事实上 是有好处的 因为它可以让人 比较得到多助 那有五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防疫的期间 有很多学校采取线上教学 有哪些资安的问题 大概有两个 一个是说 如果你是要安装新的城市 到学生的电脑里面的话 那你就是在相信 那个制作软体的朋友 那但是这个制作软体的朋友 他赢取你的信任之后 他每次的更新 你等于都去信任他了 所以我们现在常常是推广 是说 你就直接开一个浏览器 你在这个浏览器 它可能是基于 开放圆码的方式开发 所以大家可以去 看里面的这个漏洞 去把它补强 所以这个浏览器 等于帮你当做一个 安全性的一个屏障 然后你在这个浏览器里面 去加入视讯平台 好比像说 我们自己用的GCMeet 那或者是 其实现在很多视讯软体 你也可以纯粹用浏览器 去加入了嘛 好比像说 从去年开始 Chrome浏览器 也可以加入 Cisco WebEx等等 那这些都是因为浏览器的安全模型 是一道额外的屏障 所以你就不需要额外的再安装任何软体 在你的电脑上 这是一个大家可以注意的 那第二个当然也很重要的就是 即使是浏览器 那如果就是别人能够登入你的浏览器 然后看到你浏览器的使用方法 它一定程度也可以冒充你嘛 那所以就是你自己电脑这边 要用两阶段的认证 或者是说要开启 不管是透过手机上面的 就是那个六位数的密码产生器啊 或者是像Touch ID啊 等等这些方式 去确保说 你持有的 你是的 跟你记得的 这三个因素里面 至少有两个 你才能够来取用你的电脑 跟你的视讯的浏览器 那这个也是资安里面 几乎就是像我们要用肥皂 或干洗手洗手 那么基本的一些 基本的公共卫生的一些想法 那你有这些好的资安的习惯的话 就自然比较不会造成资安的问题 有五位朋友们问说 从大数据的分析 目前可以观察到 性别不平等 可以去出现在哪些面向 这个不就是重要性别统计的这个概念吗 其实它 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 Theory of Change 就是达到改变的理论的一个朋友 因为任何性评会 透过性别影响评估 看到的政府的不管是中长城计划也好 预算案也好 等等或者是新的法律也好 草案也好 这些都必须要去累积新的这些资料 进入我们的重要性别统计里面 那所以我会很建议这位朋友 因为您是匿名的 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 但是您不管关心哪个面向 要多去利用我们的重要性别统计的 这样一个资料库 有五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科技带来童年图像的转变 怎么看待自己的童年 跟现今小孩的童年 我想在以前 我自己在小的时候 像那时候去参加 这个合作社运动 或者是一些 就是社区的营造 社区的发展等等 当时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为什么 我这个小孩就没有决策权 那我其实到十四五岁 就已经开始主持网络上面 很多高度政治性的 这个技术团体之间的 或者是标准制定组织 里面的一些谈判 那所以我自己觉得 就是我并没有觉得 比任何就是公民 没有就是决定 或者是了解政治运作的这种能力 但是那时候我才十四岁 所以我还有整整六年 才能够去参与代仪式的民主 所以我那时候一直都觉得 代仪式的民主很落后 因为第一个 这个没有办法 每天都一起做决定 而必须要每四年 或每几年才能一起做决定 那二方面是他非常的不公平 因为像我这种 我已经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十四五岁的朋友 而且事实上也在参与 网络网络上面的政治活动了 但是因为网络隔着 网络没有办法 去对于十四五岁的人 进行年龄的歧视 那所以网络上面的政治 我反而可以参与 现实世界的 我反而没有办法 那我要等二十岁 才能投下第一张选票 我记得应该是选里长了 那当然就是因为 他用一票之差当选 所以我后来对代仪民主的 感觉也好一点 觉得这一票有点用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这就像是 我们现在儿少相关的概念一样 就是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我那时候最不能了解的就是说 为什么关于我们的很多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来参与 那当然现在不管是 课程会里面学生的代表 或者是各级学校课发会里面 学生的代表 我们慢慢都把这种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的概念去导入 那我觉得现在小孩 他们不但在网络上面 能够很快的组织起来 集结起来 事实上他们关心的很多永续的议题 因为他们没有一种business as usual 世界就是这么 这么线性经济 或者什么应试教育 不在他们脑里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在网络上接触到这些 新的永续的观念的时候 其实他才是指出社会方向的人 我们只是帮这些新的方向 去提供资源 提供力量 那有五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性贫的教育已经推展超过了十年 但是在教育现场仍然有待提升 普遍学校主导者和教师 不管概念理解 价值认同常常会落入框架 难以撼动 这个是性贫教育需要面临的一个现实 那当然我是多元性别的代表人物 我不确定这件事情 但是之一吧 对于性贫教育的推动 如何让现场老师有感 有所作为 能不能够提出具体的建议 这是桃圆市的性贫辅导团 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当然代表人物我是不确定了 但是我是很愿意去 让现场的老师去看到说 不管是怎么样子的性别气质 性别展演 性别认同等等的这些 其实它都是 你可以看到 你只要稍微改变一点点 你就可以体会到更多人的这种感受 那我刚才讲的是说 我在脑里不会觉得一半的人跟我一样 一半的人跟我不一样 这个并不是因为我物理上面 有经过两次青春期 才能够做到 很多没有在物理上面经过两次青春期的朋友 他只要有性别敏感度 了解到性别主流化 他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面的去做到 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推动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讲的粉红口罩 你可以从一些比较小的介入开始 然后让大家都跨一点性别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不管是我们在课纲的制定上面 采取比较柔性的一些方式 让每个学校能够按照他所在的那个地方的一个文化 去看说我们的性别刻板印象 是不是只是某一个单一的族群 甚至是那个单一的族群的一个小的侧面的 那他可以参考更多的别的族群的性别气质 有的时候他们发现说 原来旁边的这个族群在台湾 根本就是有三种或者甚至五种 各种不同的性别角色等等 那这些我觉得都是不需要倒内移民 也可以从多元文化的角度来去看 概念理解跟价值的认同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放在一个跨文化的语境里面 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性别角色就容易怂痛 如果你完全就是在汉语的情境 而且是现代汉语里面的某些侧面的情境的话 那当然非常根深蒂固 因为整个语言在跟你作对 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就是不但要颠覆语言 这可能需要一些诗学的一些训练 那也需要跨出你所在的这个语言 或者是这个语言所定义的这些性别角色 然后去看其他的族群 其他的语言怎么样子来运用 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 那有五位朋友们想要问王秀云老师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防疫之所以成功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基于一些大数据的使用 例如像健保卡以及民间电信公司的数据 那这些技术的使用已经侵犯个人的隐私 政府是不是应该告诉人民如何使用这些数据 以及何时会停止这种非常时期的使用方式 以及如何避免泄漏 当然是如此 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每天下午的记者会是 指挥官是有问必答 只要记者问到这方面的问题 他一定会回答 那像资讯组的组长简洪卫老师 那他也是说好比像说 如果你入境然后你选择去住安心旅馆 那这个是物理上面的限制 那你如果说我家里空间比较大 而且我没有跟老人家一起住 那你用你的手机号码进入一个所谓的电子围里 那这个当然是侵犯你的隐私 我们从来没有说这不是侵犯隐私 但第一个就是在宪法授权之下只侵犯14天 第二个他并不搜集额外的关于你的手机的资料 他是用现有的就是基地台的强度 然后所以他不知道你在哪一个房间 他只知道你在这个大概50公尺的范围的哪里 而且他事实上也不去进行额外的处理 他就是一个pass through 就是你超过这个范围或你手机没电了 他就送一个简讯去这个可能是理政系统 或者是警政系统去关心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确实是侵犯 在侵犯的程度以及他侵犯的时间 以及他侵犯的科学上面的必要性 以及你有什么别的选择 这些都是放在哪边的 那如果之前这个很多立法员觉得说 我们有讲的讲的不够清楚等等 那当然我们都非常愿意不断的讲的更清楚 那当然健保卡的部分 我想大家可能有点误会 就是说不管你是去药局或者是去超商 他其实最后提供服务的都是健保署 而且他连到健保署的服务的时候 只是提供这个终端机的这个单位 他完全没有办法去读到你的就义资料 你的用药资料等等这些 这些是需要医事人员的卡才能够读到的 那所以其实他纯粹就是你的卡面上面的身份证字号 以及这张卡这个有没有已经这个注销掉的这两个资料 那这两个资料 他也必须要是在他服务搜集的必要里面去搜集之后 那他就就丢掉了 他其实也不会去存起来 那所以不管是贩卖机也好药局也好 或者是在超商也好 大家可能会以为说你只要用的是健保卡 大家都可以拿你的这个就义记录 看诊记录不是这样子的 并没有技术上就是做不到这样的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说也有很多朋友们会说 那可是那这个健保卡当他这样子使用之后 你怎么样子去确保说一般民间的商业的用途不会跑去用他呢 那就是因为健保卡他其实只能用在公务机关跟健保署合作的这个服务上 他必须要有一个法律的一个依据 那这个法律的依据同样的健保署 不管他之前跟财政部其实已经好几年了 你缴税 地价税 像今年中手税 都是拿健保卡可以去超商缴 那这个时候其实他连到的是财政部的 或者其他部会的这个服务 同样的超商只是提供一个端末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想就有这样的问题 然后我能够这样子给出交代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不是非常实际 这个是在一般的时期 你只要去超商用健保卡缴过税 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是两三年前还没有疫情的时候了 大概就有的一个东西 那当然如何避免泄漏 有些泄漏它不是资讯上面 它是社会行为上面的 好比像说健保卡上面有你的身份证字号等等 那我自己的做法很简单嘛 我去超商拿口罩的时候 我就把身份证字号去底下那两个 用不透明的交代把它贴起来 这样子我可以插卡 但是我后面的人也不可能看到我的资讯 那我健保卡上面本来就没有照片 那但是就是如果你觉得健保卡上面有照片不好 你也可以拿个不透明的交代 在刷卡的时候把你的照片贴掉 那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就是说这些数据的使用在防疫期间 对于边缘族群 例如像新移民女性的不公 例如像公布其足迹 是不是应该有弥补措施 这个我蛮同意 就是说这些边缘族群的不公平 很多时候是 其实指挥中心在抵挡了很多 社会上面要求公布足迹的时候 确实有一些好比像说在疫调上面 没有办法充分的进行疫调的时候 在当时采取了一些做法 那这些做法我相信指挥中心都有在检讨 但是因为我比较没有参与指挥中心疫调的部分 从头到尾 从那个就是白排车还是计程车 其实我也不太记得了 应该白排车的一个司机 那到您刚刚提到这个案例等等 我完全没有参与疫调 但是on principle 我同意说政府应该要有 给出交代跟弥补的措施 这个我是同意的 那有五位朋友们想要询问 范勤老师的一个问题 说数位媒体发展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方式 经济 政治 生活习惯 也改变对真相的认知 那请问对当前学校社会的媒体素养教育 有什么样的建议 首先就是我会希望我们就是继续使用媒体素养 因为competence 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制作人 每个人都是媒体人 而不是媒体试读 那就好像只有媒体人是媒体人的这样子一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媒体的素养教育就是要奠基在每一个人都是制作媒体的人的这个概念上面 那只要是在这个概念上面 我觉得就不会行差踏错 因为我们就会期待说每一个学习者每一个小孩都是一个媒体人 然后这是范琴的 好 接下来是有一个蒋婉思 因为我看了一下时间 好像只剩下五分钟左右 接下来我就快问快答了 那当然因为这个投票票数也比较少 所以快问快答也是应该的 好 那两年前共同结果显示民众对于多元性别 媒体人有诸多的误解 尤其对于校园推动性别教育有诸多疑虑 也显示了社会对于多元性别者不友善的强大氛围 请问政府民间团的极限教师等人角色 应该采取怎么样的对话沟通策略才能够化解疑虑增加友善的氛围 又能够如何运用科技技术协助于其中 像Nicky Case 他就是我刚刚讲别样图形不开心的作者 他有做很多别的这方面的工作 好比像说他有做另外一个互动式的游戏 叫做出柜那件小事 出柜那件小事 那在这个台湾有一个叫应该是图文不符的一个团队 就是有去做一个翻译 他就是让人能够很容易的设身处地 进入一个出柜的过程 那这个出柜的过程 本来可能如果你没有出柜的经验的话 很难知道那是什么 但是任何没有出柜经验的人 稍微玩一下这个游戏 大概就知道出柜的过程 里面有哪些就是不容易的地方 那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设身处地了 去开发各种各样子 有设身处地的教材跟教法 你把它包装成一些很可爱的 或者很好玩的东西 然后让大家愿意花个六七分钟的时间来体验 这样子的话 大概就可以推动很多人 我稍微放下一些我的成见 我来体验一下你的感受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性别跟科技这个主题 下一个十年的展望跟努力的方向 那当然我们知道联合永续发展目标 在促进性别平等上面 有这个vision 50-50 就是任何时候 我们就是要完全的完整的 这样子一个平等 去进行我们的工作 我们不会只因为说到 30%到40%就停下来 我们事实上应该要任何时候都 维持说 你只要差一点点爬数 就表示我们还有一点点可以努力的地方 所谓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那就像在台湾LGBTiQ 当然我们看整个亚洲 确实台湾现在是在一个领导的一个位置 但是我们如果去比 好比像说北欧啊 冰岛啊等等这些地方 我们还有非常多可以这个精进的空间啊 像我有认识一个冰岛朋友 他的幼儿园就完全是采取一个 就是如果他在家里面是 以男性的性别气质被教育 他到这个幼儿园就会以女性的性别气质 来进行学习 反之亦然啊 那这样子就是确保说他所有的小孩 都有非常完整的这个多元的性别体验 那像这样子的一种教育方式 我觉得非常棒 那但是我们现在运用这样子一种教育的一个想法 教育学也是一种科学啊 这些编班的技术 这些课程教材教法也是一种技术啊 这些做法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参考的 我们虽然在尤其是东亚 我们已经是很多人来参考我们 像结婚不结音的这种设计 但是去看全世界的话 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对象啊 那王大为这位朋友们问说 网络上各种靠北黑特以及低卡 充斥各种匿名的抱怨文 原本当然是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 但是变成恶意攻击他人的有力工具 而且可以不用负责啊 那当事人当然会感到心里的痛苦 但是却无法可管啊 那当然一方面就是说 本来匿名性就是有他的这个双面认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自己要养成一种习惯 就是说我们自己摄取这种匿名的东西的时候 自己对号入座就是投射 或者是即使他指名道姓 那你可以去把你心里的这个痛点 能够稍微抽开一点距离 不会黏在荧幕前面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这个媒体素养的一个能力 当你自己有参与这个媒体的建制 包含他的讯息的建制 以及透过Nicky Case又有另外一个游戏 那叫做这个应该是叫做We are what we see 或之类的 就是它是叫做一个framing effect 那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说 他可以去把这个片面的这个事实 然后We become what we behold 他会把这个片面的事实去放大 然后去变成是好像一片盖全啊 等等的这个做法 那所以也多玩这个游戏啊 就是We become what we behold 那只要花五分钟的时间 大概就可以从这个framing effect里面 稍微抽开一点点啊 好 会建议这个家长跟学校老师 怎么样陪伴具有多元性别身份的小孩跟学生 那同样的如果你就是有一点时间的话 你也试着用他的角度 也是一些不同的多元性别身份 那我觉得这个是最恰当的一个陪伴的方法 那这个也是同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你鼓励他去 好像他是一个不同的看世界的角度 你鼓励他去多分享这个角度 去给其他的小孩 或者是给其他的老师啊 那这个我们刚才有回答过了 那这个我们也刚才也回答过了 就是采取一个大家都是制作人 然后呢去把这个social norm 导向pro-social media 而不是导向anti-social media 如果你觉得这个平台对你不友善 你干脆离开这个平台啊 这是一个就是对平台造成压力的最好的一个方法 第一的当然是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现在像推开放政府啊等等 都是建立在我们本来就已经在两公元以及西斗 特别是西斗 所组成的这种以民间的专家稍微多一席 然后来影响这个就是公务体系 经过12年呢 真的每一个不管是你做就是金融啊 或者是做经济啊这些乍看之下 可能一下子性别影响评估做不出来的地方 现在我碰到所有公务员都很知道性别影响评估的重要性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同样的事情 你有一个改变的理论 你有一个重要的统计 你持续做12年 那你就会改变一整代人的价值观了 好那其他的部分因为就是他的票数比较少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一一回应了 但是最后一个就是我有听到您的强烈意见 就是台北湖车站不应该禁止任何人 包括姓名女性使用车站大厅 那这个有收到 而且我们这个对话反正会放在网络上面 那这个我想也是向所有正在看 这个YouTube的朋友们 转达我们王秀云老师的这个意见 好那就刚好90分钟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也祝大家一切顺心 谢谢 谢谢